又到房车这儿来了 一会儿要把这皮卡开过去洗一下 看 那上面 其实 离远看看不出来 但是在近处看 这外表还是挺脏的 我不是联系了那家洗车店吗 今天一会儿就开过去洗 水桶拿下来 一会儿给他放柜子去 看这个床单被罩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不过我已经买了一套新的 可能明天能到 我现在要把这车要开出去 去洗车 完了回来 把这冰箱什么的还要收拾一下 我看七哥那视频 他给窗户上装那小窗帘 其实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在想 有的时候 这半边会在这做饭 装个窗帘的话 好像不太方便 但是卡座这儿 我想给他搞一个小沙帘 应该会感觉很好 这个地方呢 我买了两幅画 还没到 到了以后就可以装饰了 这里 像下车 那小沙帘 我买了地板 其中心 就会有这个花 那些小沙帘 我 洗干净了 里里外面整个擦了一遍 里面刚才也用吸尘器 把那毛啊什么的都吸了 这看着还不错 上面还是得自己再擦一擦 慢慢搞吧 车洗干净了 现在回去搬家 其实就这样摆这也挺好看的 是吧 这是我那小烛台 是吧 中午收拾了一半 困了 然后回去睡了一觉 结果一觉起来天黑了 哎呀可能是最近有点累了 一觉睡到天昏地暗 而且呢 早上穿的那衣服 干活实在不方便 还是个穿高 还穿了个高跟鞋 所以换了身衣服 然后把小豆芽和Lucky都带过来了 小豆芽也熟悉一下这个环境 刚又去取了几个快递 看看这什么 这些是很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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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豆芽 小豆芽对这个环境很陌生 但是还好它胆子比较大 它比拉拉胆子大 看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花 好看吗 这副贴到这 这副贴到这 好不好看 我觉得挺好看的 买了一卷那种粘性特别强的胶带 还没收到 所以这块先放着 拉田过来 过来 过来 那小花成天睡沙发 你也上去睡沙发好不好 来上 上去 他不习惯 他觉得他上不去 来上来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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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那我帮你抱上去好不好 帮你抱上去啊 等等抱你上去 上来 上来 这傻孩子 那我抱你上去 那我抱你上去 好嘞 小短腿的烦恼 坐下 小短腿的烦恼 坐下 小短腿的烦恼 但他俩关系 并不太好 小豆芽有点怕 Lucky 对 因为他们 不是一直生活在一起 我的猫在我那 那Lucky呢 跟我出去的这段时间 也没有见过豆芽 轻一下 轻一下 出此了 出此了 坐下方让舒服不 今天把他俩带过来 我就想看看这房车的空间 带一只狗两只猫的话 够不够 现在看来 还可以 其实猫不占地方 就是这Lucky有点占地方 Lucky 完蛋了 他听见我说他占地方 他不高兴了 妈陪你坐会儿好不好 坐下 挖个手手 挖个手手 那个手手 还有一个手手呢 换一个手手 换一个手手 手手 还有一个手手来 这个手 好的 挤个掌来 这小笑脸 你是不是想下来了 那下来吧 下来吧 下 不敢下 这就是小花 和Lucky的区别 小花腿长 哪都能上去 Lucky腿短 上去就下不来了 下来吧 下 哦 又胖 腿又短 所以他最喜欢就是窝在这卡座下面 小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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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那找什么呢 其实小豆芽很适合带出去旅行的 小豆芽 他胆子 没有Lala那么小 而且他很小的时候就跟我一起出门 我还带他去肝南 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 这次 带你俩吧 Lala不带了 Lala胆子太小 好 小豆芽 小豆芽在熟悉环境 这儿闻闻 那儿闻闻 Lucky很熟悉了 直接躺倒 小豆芽在家里面看着没那么大 放在房车里头看着 这鸽头还真不小呢 买了好多东西都还没到 每天都是等快递的状态 车上那些 就是那台车上的东西 搬起来 想想就头大 最怕就是搬家 所以坐在这儿 每天就是坐在这儿的时候 心里什么都不想 很清静 我也想快点出发 我想去 看下雪 带着Lucky和豆芽去看下雪 超级的 超级的 很紧的 超级的